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到这个杏子是一个木字加一个口字 特别符合我现在的情景 站在杏树下听着缠声吃着杏 光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个村里 这个杏的品种就有六七种 最著名的就是这个玉巴达杏 我们看成熟之后的这个果子啊 它脱壳非常的容易 而且皮很薄 汁水呢也很丰富 口感很甜 而且这果肉很细腻 我们一般吃杏啊 只是这个杏肉 这果盒几乎就扔掉了 因为这个杏仁很苦 但是这里生产出这个杏 杏仁可以直接吃 我还是第一次这样吃杏仁 这个杏仁生吃没有这个苦涩感 而且是越嚼越甘甜 那么当地能够生产出这样的杏 我身后的这棵杏树功不可没 我身后的这棵古杏树已经有一百年的树林了 据说啊 在清朝时期 玉巴达杏一般人是吃不到的 只能作为贡品进贡到皇宫里面 那近些年 当地农业主管部门对古杏树进行保护 并且对品牌进行了推广 就在前几天 这一片杏林里采摘的杏已经乘坐着飞机 飞到全国各地消费者的手中 而且它的售价也从前些年的4元一斤上涨到15元一斤了 那为了让这个古杏树啊 发挥更多的价值 现在一些科研人员已经采取了嫁接技术培育些新的品种 据说啊 这个新的品种在延庆表现的就不错 那那里的杏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请学风为我们揭秘一下 感谢亚平送来的杏 我身后啊 也有一棵杏树 大家可以看一下 亚平送来的杏呢 比这一棵杏呢 大了那么一圈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延庆的香营香 据当地人介绍啊 它有一百四十多种杏 那就拿我眼前的这个葫芦杏来说 含糖量非常的高 那适合于鲜石 而这个眼前的这个苹果白呢 它的硬度更高 适合于远途运输 当地为什么有这么多种杏呢 这个地区干旱 那个浇不上水 这个蝉冷特地 后人就是琢磨着种这个杏树 是悬出的优量品种啊 还有一百四十多种 加工的 鲜石的 造银料 毒药 国质 什么罐头 锅谱之类的 这就多了 以兴多用 被这里的村民发挥得淋漓尽致 而在北京平谷 现代化的采收手段和销售模式 也为那里的村民增收 开辟了新渠道 谢谢学风送来的信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北京市平谷区的北寨村 这里也是一片杏林 在过去啊 杏农如果上山采杏 就要使用到这个框 这样呢 杏农非常辛苦 同时杏和杏挤压在一起 特别影响了品质 那在这几年 当地建设了这样的单轨小货车 有四百多米直达山顶 通过这样一项举措 我们提高了杏的品质 降低了劳动力 今天也是我们北寨村 一年一度收兴的时间 大家跟我一起去看看 统一价格 统一管理 统一品牌 统一销售 改变了过去 只在田圆地头 自己一个收卖 也通过线上销售 现在北寨红杏 不光在北京地区和京津地 已经走向全国了 现在收得特别好 一年十多万块钱 不成问题 北寨村还依托红杏 打造了一些文化旅游项目 使这个红杏变成了一些美食啊 美景啊 今天在这儿呢 我们也借助这个小小的红杏 祝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幸福美满 幸运加倍